大概八九年前吧 或者是再更早一點點 有一次我在拍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人在高雄拍戲 然後拍戲的時候 我就回去洗澡 那洗澡的時候 女生有時候還是會摸一下身體 結果摸的時候就發現 乳房裡面有一顆硬硬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下一次想說 怪怪的 然後我應該要進醫院去檢查 結果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幫我做那個細針抽檢 然後結果發現他就說 你現在良性的 這是纖維硫 但你大概要每半年 你一定要回來追蹤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乖 就大概持續一年還兩年 就是都有半年 半年回去 結果後來就開始 然後犯懶 對 追蹤到沒事 你就好了 就覺得說算了 應該沒那麼嚴重 應該不會怎樣 然後也聽很多人講說 這就是現在文明病 女生基本上都會有 然後你就那時候 就覺得沒那麼嚴重 結果是得到去年的時候 就發現我胸部好像開始 就是它的那個微微痛的痛感 就是越來越頻繁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不大對勁 然後自己摸 是感覺硬硬的 可是不是像當時摸的時候 是像一顆很明顯的 然後覺得好像不對喔 然後那時候才想到說 好 我還是去醫院去 結果一去醫院之後 醫生就開始說 你怎麼上一次來是什麼時候 他就查一下我的那個時間表 我就七年沒有回診 我已經七年沒有回診 結果等到我回診的時候 他就說 他一摸 他就說 你這個 我不喜歡 就是那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醫師 他是女醫師 他可能不想嚇我 沒錯 因為他不會 因為有一些醫師可能會就會說 你這個很嚴重 你這個怎麼樣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害怕 可是他就說 我不喜歡 你這個我覺得你要做檢查 然後我就說 好 結果他就幫我安排了出征 然後出征做了之後 抽出來雖然是沒事 可是後來他們發現那個 不是一般的那個 就是纖維瘤 他說叫做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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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是這個東西 他就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 因為他是無邊界的 然後他就說 基本上可能病變的機率比較高 對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不 其實也是不對 然後乖乖的還是 就是安排了 就是開刀這個事情 然後就把它拿掉 所以我覺得其實 大家還是真的 就是醫生有跟你講什麼 你真的要乖乖的回去 醫學上的良性的惡性 是我們醫學上的定義 很多的良性腫瘤 就好像常常講 我把腫瘤 良性腫瘤跟惡性腫瘤 就分1到20分 1到10分就叫良性 11到20就是惡性 可是他剛剛講的 那個非典型真身 在我們定義裡面 就是良性的 可是他可能已經到第8分了 所以他再往前走2分 他就是 他就是 對 一般這種非典型真身 他一輩子會 轉成那個癌症的機率 是正常乳房組織的 四倍左右 所以基本上看到非典型真身 就會叫你把它拿掉 所以你比那個女生更幸運 那女生是已經成型 你是還快要知道 對 你是七年之後 那個女醫生托膜給你的 對 對 可是要想到 你就是七年如果做到現在 你就再不開 可能會變11分了 對 那可能就已經 對 就可能轉乳癌 他等個兩三年 那可能就轉乳癌了 對 我本身是直播主 然後我是因為 我一個女生朋友 她是一個 很容易婦殼 反腹感染 然後或者是 莫名其妙出血 然後她就曾經跟我說 如果你也是這樣的話 你要小心 因為可能是癌症前的前兆 那我就記住了這一段話 然後因為在之前 有一任男朋友的性情 過程中 我就真的莫名其妙出血了 然後我就 因為這句話 趕快回去診所 去問問看 然後這時候 醫生一內診說 你的 然後我們就立刻電燒 然後又做個 抹片子宮檢查 然後又有打那個 子宮頸癌的疫苗 那檢查後來出來的報告是說 沒有問題 是正常的 那我就不要放心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然後因為又在性情緒的過程中 我又莫名其妙的出血 那這時候我又回診 然後醫生就一看說 對 她就說我病變這件事情 然後她說還好你發現早 不然你可能會變成癌症 對 然後我們還是做一個 圓椎的 椎狀手術 把子宮頸的那些B給切掉 不正常的細胞給切掉 所以我覺得還好 發現早 是 其實每個人 他在每一年的 這個年度檢查都是很重要 我常常遇到很多病人 他會說 你有沒有做過抹片 有啊 我之前有做過 什麼時候做 生完小孩那時候做 你小孩幾歲 六歲 要黏黏做 他就覺得不需要黏黏做 所以其實本來抹片 他檢查就也不是百分之一百 畢竟只是抹一下 所以還是建議要黏黏做 有很多就是說 去年檢查正常 今年再檢查 怎麼一下就有問題的 你如果要做到追撞簽署 一般我們就是 第三度的這個 癌症病變了 所以還是要小心 我是要分享一個案子 就是我們有一個七十幾歲的伯伯 他是急診常客 因為他其實 那他常常一個禮拜 會有兩三次來急診抽腹水 那有一次他就被救護車送過來 結果他這一次是 他檢查結果是乾性腦病變 就是他乾硬化到一個程度 他沒辦法代謝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乾毒 阿摩尼亞太高 那我們有幫他抽血做檢查 發現他的全部的抽血 全部都是紅痣 對 包括他的凝血時間 包括他的膽的色素 那個非常的高 那凝血時間也很高 就表示說 他其實已經乾衰節到快末期了 那以我們的經驗 這一種其實 常常時間就不多 可能一個禮拜左右 那就跟家屬討論 就說這個已經是 乾硬化的末期 那你人腎臟壞掉可以洗腎 可是你肝臟壞掉 除非你去做肝臟移植 要不然其實是無解 那家屬就很堅持就說 不行 我們一定要救 要救到底 對 那個時候就 他有一個家屬就跑來 就全身穿一個倒袍這樣子 然後就跑來說 怎麼會救到七孔流血 因為伯伯那時候擦鼻胃管 在灌那個 我們說拉丘羅斯 就是讓他的 他的肝臟可以排掉的藥 然後擦了鼻胃管 然後他牙齦也在流血 因為他凝血時間太長 一直在滲血 然後那個穿倒袍的家屬就說 我們那個宮裡面的神明說 我們要轉院 我說要轉院 好啊 那你們要轉去 我那時候就想說 應該是要轉去 可以坐肝移植的醫院 台大或什麼 他說不是 他要轉去我們附近的一間 中型醫院 可是那個醫院 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他們有時候比較困難的病人 其實是會轉到我們醫院來 他說沒有 我們宮裡面的神明就是說 一定要轉去那邊 對方急診聽到之後就 就感到非常的困擾 他說這樣子我們沒辦法處理 你轉過來我們要幹嘛 他說我說沒辦法 這病人家屬他們非常堅實 堅持要轉過來 他說是宮廟裡面的神明說的 所以他就真的轉過去 然後我就想說 那可能這樣子處理 可能也是兩三天 可能就沒了 結果後來過兩三個禮拜 北北自己跑進來 你衝住誰 我看到他嚇一跳 真的是這個病人 因為他括號之後 他名字就會跳出來 在待者名單 他就自己走進來 就真的就是好好的在抽腹水 你... 上司不是... 那一間宮在哪 對 然後我就說 他們有做什麼很厲害的 有做什麼醫療行為 他說沒有 就是他穿道跑的那個親戚 就在旁邊放佛經 念咒 然後就弄個幾天幾天 他就自己醒過來 就沒事 就還蠻神奇 所以不是... 不只病人不能鐵齒 其實有時候醫生也不能鐵齒 是啊 也有很多這種 有時候會遇到說不出來的事情 有時候醫生也會說 你是怎麼好起來的 但是講一大堆你會... 或者醫生也去了 這是好事 都是好事 來 其實我是活動主持人 那我媽媽有幫我 就是幫忙算塔羅牌的習慣 就是去找老師常常會算塔羅牌 然後... 因為其實平常我媽媽要問我要算什麼 我會喜歡算那個 就是案情跟事業 但那一天我媽問我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想要算健康 但其實我沒有任何不舒服 只是突然想說要算健康 然後一算之後 老師就很緊張說 你這個胃的問題 要趕快再去看醫生 不然會很嚴重 但我媽不太放心 所以她還是帶我去檢查 去照胃鏡 就一照之後發現我胃發炎很嚴重 然後醫生說我的胃已經是 那種老人家的胃 蠕動非常非常的慢 然後也有那個就是 胃酸逆流 灼傷食道的現象 所以醫生那時候就說 還好有來檢查 不然你這個再下去 可能會有潰瘍的狀況 對 然後後來是吃藥 跟飲食上調整 然後才慢慢改善到現在 塔羅牌上 對啊 哪一家的呢 我們還好也想餵死 有一天有一個18歲的弟弟 年輕人他就是 一群人就在談判 在一個頂樓談判 那個頂樓至少有三樓高 以上這樣子 那談判談判 就後來就開始鬥毆了 那旁邊是工地 結果這個18歲的男生 就被推下去了 結果剛好那邊 有一堆的鋼筋插出來 所以他就被 插在兩根鋼筋上面 然後那時候119就打電話來 就是說等一下會送一個 一根鋼筋穿胸 一個鋼筋穿腦 他說他們在現場弄很久 因為不可能 不會把它拔出來 不可能 一定是要把它鋸掉 對 所以才會到醫院 所以現場花很久時間 那時候我們就是啟動了 TRAMA BLUE一樣 就是創傷小組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等 就來的時候 那時候它是植入 那把那個棉被打開 真的有兩根 但是病人氣色很好 也沒有低血壓的情形 而且我跟他講話 他都很清楚 那他不會痛嗎 他說會痛 他說會痛 我說 對 他只有說他會痛這樣 而且他說他不能動 因為一根是從肚子 然後穿到肩膀這邊出來 那另外一根是從肩膀這邊 然後穿... 從他的臉這裡 然後從他頭這裡出 她說等一下... 先拍個照 要上臉去 怎麼會 不是 年輕 現在年輕人不是這樣 對啊 上臉去 而且可以腫 像拍一個現實動態的時候 然後裡面都剩血 有點乾了這樣 因為一段時間 因為它在那邊卡很久 現場卡很久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從頭切到肚子的電腦斷層 就在這裡就很神奇的事情 就發生就是 那個鋼筋居然這樣過去 完全沒有傷到內臟 然後這一根也沒傷到腦 主存避開了 全部都避開了 完蛋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 只要找一般外科就好 他也不用 胸向外科也不用 最少一般外科 就進去開刀房 把那兩根拔出來就好 對 然後拔出來 第二天就回家 對 第二天 對啊 真的會這樣子 我們也有看過那種 大家晚上喝了酒 就吵起來 兩罐都吵起來 另外一方就拿著五四刀 直接從另外那種 肚子上直接捅過去 還穿過去 結果我們進去 就真的肚子打開 把刀子拔出來 洗一洗就關起來了 全部閃過 他沒有傷到 沒有傷到的東西 對啊 就很扯啊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